好 现在居家快筛设计最快一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在药局买得到了 指挥中心就表示了 未来民众在购买的时候 会有仪式人员来教导操作 而我们东森新闻也特别比较 国外的价格发现了 抗原型一剂要台币164元 而比较准确的核酸型一剂要价1400元 两者就差距将近了10倍 目前国内厂商已经针对了 抗原型的试剂进行人体试验 为了定价可能会落在300到500元之间 要是就建议了最好一个星期居家检测一次 卫福部核准的三款居家快筛 最快一周后可以在药局买得到 但是价钱恐怕没有想象中的便宜 打开国外的医疗产品网页 采用核酸技术的卢希拉 一核24剂要价1200美金 相当于台币1400一剂 而采用抗原检测的罗氏 一剂卖4.9欧元 相当于台币164元 费用差了将近10倍 一个小小的仪器还要装电池进去 比一般的抗原要贵很多 抗原那个部分 大家知道就像厌运四季一样 设备耗材成本差很大 但操作方式都差不多 只要在鼻孔深处旋转擦拭即可 比现行的PCR或是快筛站使用的容易许多 购买的时候会有媒合 就是说这个医事人员 来教他怎么做好这样的一个居家快筛 出现快筛阳性的情形的话 请他戴口罩 不要搭乘大众艺术工具 然后前往究竟的这个裁剪点 去做这个进一步的确认 即便有伪因和伪扬的可能 居家快筛仍不失为防疫好帮手 要是建议条件许可的话 一周验一次最保险 现在也有国内的居家抗原快筛厂商 正在做国内的人体实验 计划尽快提出审核申请 成本无法和国际大厂的大量生产相比 但会参考罗氏的售价来定价 设备耗材成本差很大 但操作方式都差不多 目前医药界传出的消息是 罗氏的售价应该在台币500左右一剂 几乎是国外的两倍 在全球疫情完全平息之前 居家快筛试剂有可能跟口罩一样 成为防疫消耗品 费用多寡已经是全民都在关注的话题 东森新闻高少伟刘家豪在台北报道